年纪大了最怕跌倒 其实透过激励训练 对防跌是有一定的帮助 现在就有不少老人会 关怀据点 号召阿公阿嬷聚在一起 跟着专业的教练认真做 不但舒展了筋骨 也促进了身体健康 我们现在练习的 这是模拟 好像有人在把我们往里面推 往里面拉 我们是要把我们的一只脚 拿出来刹车 好像在路上被撞到了 我要停下来一样 注意哦 往外走之后 里面的脚往里面走一步 然后就回来 一开始你可以走小步一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要一开始就很大步 然后控制不住往外挡 会比较危险 一步一步跟着教练动健康 阿公阿嬷的训练够扎实 就可以预防跌倒 然后运动各种的话 像我的安排的话 两个小时通常前半小时 会以功能性训练为主 可能是平衡啊爆发力啊 协调哦等等之类的能力 哦就是我们日常 以安全防跌这些能力的功能性为主 我们的身体尽量留在我们两只脚的中间 哦你要越稳脚通常就需要越宽 OK吗 然后脚自己出力回来 都几乎主要都是里面的脚出力 屁股会有点酸酸的 OK吗 好注意安全 再来开始 从小步的开始 再慢慢变大步没关系 两人一组利用简单的工具 从小步到大步 训练自己的灵活度 一旁还有教练随时提点 掌握确实的动作要求 好停住 好停住 好可以再来 点进去前面就好了 好屁股不要跑出去了 好屁股稳定在中间 停住 屁股要处理 腿要处理 好 这里停下来一下 好停一下 看我 我们进去的时候 看我的屁股 不要跟着跑出去 这边要处理 收好 脚踩下去 腿就要处理 停住 不要让这边再往外跑 阿公阿嬷反复练习 掌握教练教导的秘诀 就是要停住 停住了就能预防跌倒 以防跌来说 我们刚刚做的很多训练 也都是在做一些 日常生活的干扰 就假设 谭尼在让你 推到你 拉到你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身体 停住 刹车 稳定 这样子 对防跌的功能 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而辅助工具 弹力带是磨练技巧的 好帮手 能起到刹车的作用 主要就是 用弹力带模拟 我们有一个人 对我们的 个体施加外力 好像我们路上 有人推到我们 或者是有一个 强风吹到我们 然后让我们去做 一个刹车的动作 然后主要就是 以下肢的刹车为主 防跌练习 也训练了激励 学员们用心学 认真做 因为确实有帮助 我来做这个运动呢 先前就是因为 常常跌倒 然后手脚不是很协调 那现在做了以后 那个核心肌群 跟背跟腰腿 都非常有进步 血压也很正常 我觉得这值得提倡 除了激励训练 课程也结合 不同的训练方式 来促进阿公阿嬷的 认知功能 让长者面对日常生活 能更灵活 更安全 记者沈志勇 林口采访报导 我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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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的